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谨的端对端方法从知识收集和策略发展导入到试点并测试 进而成为一个全面部署的策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厂商使用外加感测器进行设备的健康检测 并采集特征值进行分析 导入预测与健康管理技术可提供不同加工流程 与各种故障来源之预造诊断 监测重要零组件的衰退程度可提供维修预警 以改变过往机台不透明的情况 从而建立起一套可靠稳定的设备健康预诊系统 提高客户工厂整体驾动率 并延长关键设备的生命周期 在今天的研讨会里 我们邀请到智慧机械相关技术和解决方案的专家 共同讨论以关键设备故障诊断来优化生产机械效能等议题 加速台湾数位转型 首先邀请到共研院智慧机械科技中心 智能化软体技术部张万坤经理 张经理在智慧机械产业耕耘20多年 带领CNC控制团队开发台湾国产控制器 使台湾有五轴技术 推动国产工具机高值化升级 今天很荣幸邀请他来探讨机械产业的现况 问题 产业局势 以及如何运用数位联网制造服务 来协助产业升级 有请张经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公园院智慧机械中心张万坤 今天很高兴受到严华的邀请来这里 跟大家谈谈数位联网制造服务 协助机械产业升级这个主题 那既然我们希望透过 数位联网制造服务来协助产业升级 那应该就要了解一下目前机械产业有什么样的问题 以及需要协助的地方 那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出生率逐年下降 从2017年开始 劳动人口地减 那制造业跟劳动力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台湾劳动力减少也就代表台湾机械产业取得 劳动资源相对困难 那再加上消费形态的改变 那个消费者追求个人化以及大量制造 生产将逐渐转为客制需求为优先的制造模式 那也就是说 原本台湾比较擅长于大量制造 势必会受到影响 那另外国际货币的政策也多变 日元这个贬值 那台币跟美元走深的情况之下 台湾机械的设备 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一定会受到更大的压力 那再来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目前各位比较重视的COVID-19的这个疫情 那台湾有比较高的比例是中小企业 那机械产业更是如此 所以在疫情的影响之下 保持社交距离的需求 那还可以让机械的中小企业 可以维持正常的运作是一个很重大的挑战 那这也就是如何能够让中小企业 能够在短时间内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再来就是了解到台湾机械产业的现况跟问题之后 那下一步我们就应该思考怎么去突破这个困境 过去台湾的机械产业大部分着重在硬体 那制造上面已经累积了蛮大量的经验 以及客户回馈的资讯 那简单来说台湾的厂商 其实他们知道怎么去制造客户要的产品 而且也知道客户的需求 所以说将这些原本已经熟悉的硬体制造 再加上多年的经验还有专业的知识 如果可以转化成软体或者是一些服务 那将这些软体跟服务随着硬体一起销售出去 其实就有机会提高产业的竞争力 那这也就是所谓的硬加软硬体加软体的一个策略 那除此之外这些软体的实力可能原先你只能做单一设备 那现在可以做一整条的产线 那原本只能做这个代工 那接下来也有机会可以开始来卖硬体之余 也可以开始卖软体 也就是说整合起来变成是一个高附加价值的模式 这个也就是大家所谈的智慧制造 OK 然后要达到智慧制造 我想必须先取得设备的资讯 还有生产的一些数据 那这就好比在数位联网 那有点类似像说我们要去看医生 那医生有时候会希望我们要抽血 来验尿取得病人的生理资讯 才有办法做出好的判断去开药治病 那智慧制造也一样 也就是说 你要先取得设备的资讯跟生产的数据 进一步分析它才有机会找到解决方案跟决策 那这个也就是说数位联网是智慧制造的一个基础 那数位联网这么重要 在国际上面有几个大厂也开始在布局 比如说像西门子、发纳科等等 那当然台湾的电脑工业电脑龙头、炎华、林华还有新汉等等 这些厂商他们也开始在投入 那甚至国际预测未来有50%以上的GDP将由数位化来贡献 好那谈到数位联网就不得不谈到工业院开发的VMS平台 那VMS是工业院在2008年所发展的一个具有虚拟化加成性 还有高度扩展性的数位设备平台 那这个软体平台 VMS这三个字取自于Virtual、Multiple、Extensible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跟设备通讯就要跟设备讲同样的语言 那也就是通讯协定要一致 如果每个设备的通讯协定都不一样 那你要跟这些联合国的设备要通讯的话 其实就要把这些通讯协定全部都实作出来 然而在这部分VMS都做完了 也就是说在CNC控制器领域常见到的90%的品牌设备 你都可以用VMS去跟它沟通 那我们VMS把这些设备资讯收集起来之后 我们转化成一种共同的语言API 然后让应用程式的开发者 他可以很简单的去呼叫他 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工业院为台湾机械产业 进行数位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工具 提供给这个台湾的产业 那接下来我想分析两个案例 这个是我们用VMS去跟产业界做互动的一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在彰化有一间居公司 那他们是在生产精密传动模组 也就是说在生产的厂房里面有五个区域 其中的CNC的加工设备 它控制器的品牌有Fanak 30 Brother DMG 甚至还有一些POC 那整个场域其实是很分散 而且设备很多 它有一百多台设备 那这些设备如果要联网的话 也就代表说你要针对这些设备的通讯协定 都要处理才有机会跟他们沟通 那这是一件费时的事情 于是他们就找到工业院跟我们合作 那我们团队利用这个VMS很多台 去把它将一百多台的设备去做串接 而且我们也开发了像这个可视化 分析报表还有自动报工等功能 让他们的不良率可以减低很多 那再加上因为设备资讯可以被抓出来 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利用工业院的制程优化软体 帮他们把加工的效率提升大概20% 然后另外一个厂商是在台中 我们叫它P公司 那它是做手工具的生产商 那因为手工具在加工常常 切削会发生刀具磨耗 而刀具磨耗 如果你没有检测出来 后面其实几乎都是属于这个不良品 那所以P公司很保守的预估 用人力去看 那如果说假设时间一到 那假设这个时间一到之后 这个刀具如果还没损坏 那其实就把它换掉 其实也有点浪费 所以我们工业院就来进行分析 也就是说我们利用VMS去搜集资料 把这些模号的讯息建立成一个模型 AI模型 然后再进行相关的预测 使得这家公司它的刀具的使用率 增加27% 那针对上面两个工厂的案例 无论是在可视化 数据分析或甚至制程优化 AI模型预测等等 其实你都必须拿到设备资讯 才有办法做 所以能够把设备资讯抓出来 并且收集 这个其实是迈入智慧机械的第一步 那除了跟产业界的连接以外 我们工业院还有跟学校进行合作 那比如说我们VMS 其实因为它在工具机的资源度很高 所以我们也被获选为在iPASS的 基联网工程师考照的一个软体平台 那目前全台湾有两间学校的考场 昆山跟振修这两间 那它都有采用VMS当成是一个 工具机机联网软体开发的一个标准 那也就是说台湾现在有学校正利用VMS 在训练台湾的联网专业人才 好那其实这一页就讲的是 我们未来的一个愿景 我们希望说未来工厂的老板或者是厂长 他在上网买数位联网的硬体 跟买家电一样方便 也就是说他买回到工厂以后 只要把设备的网路线一插 那买的数位联网的硬体SMB 那它就可以开始进行联网 而且它还能够联到云端的软体市集去下载 APP软体或服务来解决工厂的一些生产问题 增加工厂的整个生产力 好那以上是今天的简单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张万坤经理的分享 我们知道关键设备的故障诊断 振动序号的分析是业界常用的监测指标 整合感测器晶片、处理晶片、演算法等软硬体原件 成为一个独立运作的运算节点 持续且不间断地截取来自设备的超高振动序号 来实时分析且掌握设备的健康状况 提早预测设备或零件即将发生的异常状况 降低无预警异常造成的损失 接下来我们邀请林群科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钱怀辛博士以林群在设备阵痛预知保养监测10年以上的经验 分享在半导体及汽车电子设备中 如何利用设备故障诊测来提升整场效率 有请钱博士 各位好 我是林群科技Taxo的钱怀辛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和延华合作 来谈一谈我们公司在过去几年之间 我们如何协助我们半导体 以及汽车电子设备的客户 透过故障检测的技术 来提升整场营运的效率 那接下来就进入我的简报内容 那进入正式的内容之前呢 我想先来谈谈Taxo是谁 那我们公司成立于2010年 那从成立的第一课开始 我们就一直聚焦在机械设备运转的振动讯号的研究 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那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与延华就开始了第一代的合作 根本相对来说比较高的问题 没有办法大规模的布建在所有的设备上面 因此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就推出了智能化的设备健康状态边缘运算的系统 那因为是边缘运算 所以我们就舍弃了大型的PC这样子的架构 然后各位就可以看到像这样一个轻薄短小的一个Smart Sensor 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呢在2021年今年也就是今年我们与延华进行更进一步的合作 我们采用iFactory的软体 然后呢把我们Aurora这样子的边缘运算的Sensor的资料 可以跟iFactory进行一个整合 那整合完的结果 我们就是一个智能化的设备健康状态的解决方案 那有了这样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客户就可以省去很多系统整合的麻烦 他可以直接采用这样的系统套用在他们的设备上 那这样的系统里面也有预见很多的模型 可以直接适用各式各样的设备 那就可以降低很多使用上面的困难度 那所以我想总结来说Taxo的价值 就是在智慧工厂的领域当中呢 我们提供非常完整的边缘运算的感测器 给我们的客户 让在他们导入智慧工厂的应用当中的挑战 可以尽可能的降低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 OK 所以见到今天的主题就是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协助客户去建构高效能的智慧工厂 那要怎么做呢 我想高效能智慧工厂不外乎有三个很重要的特征 第一个驾动率要高 第二个量率要高 然后第三个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可以做到无人化观灯工厂 那这三个要素我们又可以透过一些手段来达成 比如说我们可以尽量的降低突发的当机频率 然后呢我们也许也可以预测寿命 设备的寿命 然后去做精准的维护排存以及生产排存 然后再来如果我们能够很精准的知道这个设备的损坏时机 也许我们还可以降低设备的维护频率 那当然我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设备的健康状态 我们当然也可以适时的去提高机台的妥善率 那这样也可以相对也可以提高量率 那最后如果我们有一个即时监测的系统 然后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有用的资讯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减少点减的人力 那进一步就可以达到无人化观灯工厂 这样的目标 那最后高效能的智慧工厂就有可能可以实现 好 那这是一些真实的案子 好像在国内一个非常著名的面板厂里面 他们要如何提升它的驾动率呢 因为在一个面板高度自动化的工厂里面 会有非常多的机械手臂 像是搬运型的机械手臂 像是一载型的机械手臂 那像各位在右上角看到的这个搬运型的 一载型的机械手臂呢 通常一个机械工厂里面 一个面板工厂里面会有超过5000座这样的手臂 所以它的部署量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只要有一只手臂突然当机 那当那个产能损失也会非常的巨大 那像这样的工厂 他们为了要克服突然当机这样的问题 要减少紧急当机的损失 那他们就会考虑部署 Smart Samsung这样子的东西 来协助他们提高驾动率 那在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的客户他透过这样的手段 他每年可以节省掉 50万美金这样子的成本 然后目前已经部署超过500台这样的设备 那在半导体厂里面当然也有类似的应用 好像这样的各位看到的这个Dry Pump 也是只要Dry Pump当机 那设备里面的Wafer就会 就会损失 就会造成无可弥补的损伤 那通常一次的故障 有可能会造成5万美金到10万美金的材料损失 所以这个损失也是非常的巨大 那半导体工厂就会考虑 在这样的设备里面 加装智能感测器 那装上去之后 依照目前的这个当机频率呢 我们可以排除掉这样的状况 那每年可以为我们的客户 节省掉70万美金这样的数字 好 那当然以上这些都是成功的案例 可是要做到这些事情 其实背后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有非常大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设备的数量太多了 那建置成本会非常高 通常的客户会没有办法接受 因此我们会需要提供一个在成本上而足以让客户支应的一个方案 然后再来振动讯号和一般的温度讯号电压讯号不同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量的讯号 通常一秒钟有可能会有两万笔这么大的数据量 因此它会带来传输频宽的成本 它会带来储存上的成本 但这都还不是最可怕 最可怕的是我们的客户 他需要投资高阶的研究人员 去分析这些讯号 去判断这么大量讯号里面那些些许的资讯 让他们知道说设备出了什么问题 那再来工厂里面的设备种类非常多 那每一种都需要研究 那这个花的时间也会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这些都是挑战 再来研究的成果要如何转化成 SKEDA里面真正的设备维护者 他可以看得懂的资讯 他要如何知道说现在的设备出了什么问题 他要还有多久可以维护 那他要怎么应对 那这些都是目前的SKEDA 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 好那为了克服这些挑战 因此呢我们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新的架构 那这个架构里面包含了四个层 最主要的就是下面的智能感测层 以及无线传输层 还有边缘网关层 那在智能感测层这边 我们把边缘运算的技术 导入到这个层里面 那在这个层的智慧感测器 它不单单只是量测讯号 它也会去做特征萃取 以及降维的工作 把两万笔每秒这样子的资料量 不需要的资料清理掉 然后呢把它降到也许每秒 十笔十五笔这么有用的资讯 然后再透过无线传输的方式 传到边缘网关层 那边缘网关层里面呢 会有多种的模型 那这些模型会依据传上来的特征数据 去判断说 哦今天是什么样的设备 它有这样的数据 那它会是对应的是什么样的损伤模式 它的严重度有多少 那把这些资讯投射在dashboard上面 那我们的客户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后面要怎么做 那当然这些资讯可以再往上一层 到边缘伺服器程 那在这里客户可以把OEE的观念 把EHS的观念都导入到这个架构当中 那就可以去研究这方面 营运效能与设备健康状态之间的模型 应该怎么去建立 怎么去调整 怎么做最佳化 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架构 里面的component的列表 所以我们有不同规格 不同型号的智能感色器 那我们也有已经完整建立了一个 分析模型跟dashboard的边缘网关 所以对客户对系统整合上来说 这些都是非常方便 可以直接套用的一套系统 好那我想最终的目标我们是希望能够协助我们的客户去做智慧工厂 然后可以做到一个营运效率最佳化的工厂 做到一个自存良率最佳化的工厂 那当然导入一个监测设备只是第一步 最终我们就是要提升整个工厂的效率 那怎么开始呢 这些各位看到的不管是厂务部门的设备 或者是自动化部门设备部门 公务部门的这些搬运设备 这些都目前都已经是Aurora 以及iFactory这样的整合系统 已经有成功案例的一些机械设备了 那所以我们可以试着考虑从这些设备开始 然后评估哪些是关键重要的设备 导入这样的智能感测器 然后透过截取关键的特征数据 模型数据 我们把这些数据再往上传给资讯部门 大数据部门 让他们去建立产能模型 让他建立品质模型的这些模型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让他们做到营运效率最佳化 让各位可以做到自成量率最佳化 那最后就可以建立一个高效能的智慧工厂 那我想今天我的简报就到这边结束 那这是我的联络资讯 我是Texo的共同创办人钱怀清 那欢迎各位加入我们 谢谢各位 谢谢钱怀清博士的分享 除了刚刚讨论的振动感测器外 在精密加工制程流程中 各项关键零组境的讯号分析也极为重要 除了可以提高产品加工精度外 也可以预先规划保养时程 达到产线生产效率提升的目的 利用设备上多个感测器 截取整体制程的资讯来进行分析 能随时掌握机台生产品质以及健康状况 并使其在飞机化停机前预先警报 接下来我们邀请公园院智慧维系统科技中心组长 书中原博士来分享工业感测器 与智慧机械之应用与发展 有请书博士 大家好 那今天很开心来跟大家分享有关这个工业感测器 在智慧机械相关的应用跟一些发展 那我是公园委系统中心书中原 那其实这边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那其实我们这个单位主要是在台南的这个安南客工区里面 那我们主要的一个研发的一个主軸大概有分成在 这就是感知物联网跟智慧制造这两块 那主要我们就是在从Sensor的一些相关开发到应用 那其实我们也有对应的一个面子的一个FAB 可以来做所谓的感测器的相关的一个快速的一些开发跟验证跟试制 那我们在这个讲到中在工业感测器这一块 其实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感测器在智慧制造里面 就是说他其实主要是扮演的就是相关的有一些 不管是设备或者是产线上一些状态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资讯的一些萃取 把把这些资料抓出来之后 来去把网上不管去送给我们的控制器 或者是我们后台等等来去做一些 就是不管是快速反应市场 或者客制化 可视化 制造的一些预测化等等这些的应用 但是其实这里面最关键就是在感测器 一个是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 就是说我们如何透过感测器来获取正确的一个 感觉这个正确的一个我们想要知道的一个讯号 跟萃取出它的特征 这是所有这一个不管是在做相关的智慧制造 或相关的一些这个制程优化控制等等 它是最基础最关键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我们系统中心在这一块的话 其实我们有针对 智慧制造我们针对几个部分 有做几个几种感测器的一些 比较关键感测器的一个开发 像是在我们有针对 从加工到组装到最后端的检测 我们都有开发对应的一些感测器 像是加工我们有像 大家可能看到像是微型震动感测器 或者是非接触的温度感测器 或者是高深度的编码器等等 那在组装部分 我们就有针对像是机械手臂 或产线上应用所需要的一些多轴的力量 或者扭力的感测器 或者是一些机器手臂的一些 视觉的一个导引模组等等 那最后在检测这一块的话 其实我们也有开发一些像是线上的一些 或者是一些离线的一些检测的一些 感测一些感测设备或感测模组 像是透过雷射的技术来去做雷射3D扫描 或者是透过3D视觉的影像的技术 来去做一些瑕疵的一些检测等等 以上是我们所开发的一些主要的一些 感测器跟一些相关的应用 那我今天就会针对几种我们这个 比较关键的一个感测器来去跟相关的应用 做一些跟大家一些分享 那首先就是跟大家介绍有关是在 动态力感测器的部分 那其实动态力感测器这一块呢 它其实就是简单来讲 它就是力量的sensor 可是力量sensor其实种类非常多 那其实我们这边比较有特色就是说 我们的力量感测器的话 它具有非常高的可套部跟它的频宽 它的反应速度非常快 然后它非常合适来跟设备 或者我们的机构去做整合 那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相关应用时机 不管是用在像是在这个扣件的打头 成型机 推压机 或者冲压成型机等等 或者一些压核设备 那近来也有跟工序机的一些应用领域 像是智慧刀把或智慧夹头等等 或在主轴上一些应用 来去导入这些相关我们的这个力量感测器 来去做所谓的这个 不管是线上的一些加工的品质监测啊 或者它的整个运作的一个负载状态 或者这个譬如说像是刀把 它在刀具切捎力的一个侦测等等 这些都可以用我们的力量感测器 来去做进一步的一些应用 那我们的产品 这一张是主要来说明 我们产品的一些主要的规格 那我们现在目前在这个产品的一个标准的型号上 大概有分两种 一种是圆柱型的一个力量感测器 这个可以依照所要安装的一个设备 或者是结构上来去选择不同的感测器 另外一种是华氏型的感测器 那这两种感测器的规格 大概如左边所示 那我们也提供了 不只是提供感测器的头 那我们也提供对应的后端的一些 资料截取模组 跟即时分析的一些价值的软体 那这些模组或软体的话 也可以依照客户的需求 来去为客户 这个来克制或者是让客户选取说 您需要哪一些功能 来去做您这个设备上合适用的一些 相关的特征的一些萃取跟分析 那后面的话就是我们有 比如在这个扣件的一个成型机上 那其实我们在扣件成型机上有 这个是我们目前导入 这个量最多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那这一块的话 就是说我们有在这块的可靠度上 其实我们有在场域上 经过非常长时间的一些可靠度的测试 包括超过一年一次的一个冲击的测试 那我们目前已经成功了导入到 国内的一些扣件厂商 然后也百分之百取代一些 他们原本在用的一些进口的产品 那可以去做所谓相关的冲压力量检测 或者透过我们这个冲压力量成型曲线 可以去确保一些品质 他从成型的品质是否有达到需求 那也可以透过这些 这个成型力量的一些力量的即时反馈 跟收集可以去建立这些成型力量的大数据 来去反馈到他们在 先前端的这些模具的设计等等 来缩短他们这个整个模具的一个设计的一个 实际来提升整个这个产品的交期 那另外一个感测器跟大家介绍的是有关这个振动感测器 那我相信振动感测器的话 是大家就比较常听到 也非常常听到的一个sensor 那其实我们这个感测器 其实跟前面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是从这个感测器里面的晶片开始 从就在我们自己设计 然后针对不同应用需求 我们可以为客户打造 您所需要的这个感测器晶片的一个性能 跟相关的一些 一些这个加值的功能在里面等等 那这些感测器晶片 目前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干想新竹的这个 Fab里面去做出来 然后我们再去进行相关的模组化的一些封装 那我们也提供了不同的一个解决方案给各位 例如说您只需要这个感测头 直接接到您的设备上 我这边是以工具机为一个例子 当然这种不一定是工具机 它可以导入在不同的设备上 它可以直接我们sensor 它可以支援不同的这个输出的一个界面 像是42485或者是USB等等 不同的一个通讯界面 来去跟您的后端的设备去整合 然后直接把这个讯号的一个这个资料 直接吐出来到设备端 那当然吐出的这些资料 我们也可以依照客户的需求 可以选取不同的一个看你要弱data 或者是输出特征值等等 这些我们都可以在我们sensor的这个晶片上去 问您去做这些预处理 再就是有点这些是在所谓的这个 在sensor端去做完了一些基本的一些运算 把特征抓出来这种功能 那当然我们在这边的应用的案例就比较多一点 像是有用在马达Pump 或者工具机用在刀具模号主轴偏摆 或者是在一些相关的运动平台的震动意志 机械手臂的动态的监控 或者一些旋转机构的一些预防保养等等 这些都可以用到我们的一个震动感测器 那其实震动感测器这一端的话 其实我们目前大概有 给客户大概有几种版本 依照频宽不同需求 那我们会跟客户建议几种版本 大概有三种版本 从论文版同用版到专业版 那其实我们这个产品跟传统这个震动监测方案的一些比较 我这边大概简单说明一下 大概一般客户在用传统的震动感测监测方案的时候 大概都必须透过装Sensor 然后透过一个它的DAQ或者放大器 这个模组 然后再能够去跟后端的一个设备或者系统去连接 但是我们这一个产品的话 它其实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更便捷更低成本的一个方案 就是说它可以避免掉这个 它前端的这些放大器DAQ的一个需求 它可以直接去跟后台去连接 因为我们可以支援不同的这个传输界面 因为我们的这个感测晶片里面 我们可以直接去把这些相关功能把它设计进去 那也是因为我们具有这个晶片的一个感测晶片 一个设计的一个能量 可以把这些功能把它给导入在我们的一个 直接导入到我们的感测器当中 所以说在安装上或者是在 所复杂成本上 就会相对于传统方案具有非常高的竞争优势 因为像传统的这个感测器 光投的话可能如果一种 一般比较知名厂看到的一些几家大厂 他们投可能就一颗就要好几万块 那可能再加个DAQ卡 可能四通道DAQ卡 可能5、6万、7、8万不等 所以这可能一套加起来 把这个整个场域要导入的话 可能要花费不少的一个经费 所以说那我们在这边是可以提供一个 就是非常这个低成本的一个解决方案给大家来参考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依照 客户的需求来去提供对应的一些 在边界端的一些控制盒的一个资源 就是说有一些可能需要在local端做一些边界运算 或者是做一些讯号及时处理 这些我们可以来资源 那相关的一些应用软体的话 我们这边也可以提供给大家有一些基本的一个软体 像是应用在马达 刀具模号主轴 相关的一些应用 这些我们都可以来支援各位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使用的一些服务 那我们后面就会针对震动感测器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参考 在加工机上应用 那我们可以这边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实际在加工上 我们去透过我们的震动感测器 那我们也同时在我们的Sensor旁边 同时放了一些插牌的一些感测器 就是说那可以持续来去监控 说这两者的差异 那其实上面这个曲线的话 可以很明显看出 我们所开发的震动感测器 它是可以非常清楚看到Delta的 因为Delta这种像这种 在加工中的运动 这是属于比较低频率的一些讯号 它在这一段它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它整个运动的一个状态 那在它加工的时候 它也可以非常清楚展现说 它在加工所有过程的一个变化 然后到最后没有加工 那跟传统的比起来的话 其实我们在这边的讯号的 这一个所谓的讯号的特征的结局上 是非常清楚而且明确的 所以说这就是一开始跟大家讲说 就是说感测器 它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就是说当然大家都会应用感测器 来去做一些相关的应用 但是如果您不懂得怎么使用感测器 或者感测器的规格不了解 不懂得怎么使用的话 您很有可能就会遇到这种情况 即使你用了 你抓出来的这些讯号 那您也不知道 它代表的是什么意义 它也没有办法反映 让你很清楚的看到说 它所代表的一些 现在加工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如果说你可以针对所谓的这些应用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需求 有所了解的话 去选择或者是 调一个对的感测器的话 那你就可以很清楚去看到 您所需求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特征 然后来进一步去做 不管是去做加工的优化 或者去做一些 这个所谓的监测监控上的一些预防保养应用 这些都是可以来去做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实际在做所谓的在加工上 我们除了在加工上的一些动态可以去整测之外 那我们也可以进步去看到所谓的刀具的磨耗 那我们其实这边有从新刀开始到一直磨耗到 从0.5mm 0.1mm 0.1mm 0.15mm到0.2mm 我们把这些讯号 从我们振动的感测器的讯号抓出来 我们去透过一些所谓的PCA的前处理 并搭配一些IA的分析 那我们就可以非常明显的去判断出 OK 我们现在的磨耗程度 刀具磨耗程度是在哪一个阶段 那我们就可以依照现在磨耗的程度来去判断说 是否是不是该换刀具了呢 来把这些资讯提供给所谓我们的加工业者 来去进一步结束他在做刀具管理上的一些应用 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关视觉检测技术相关的一些技术 那这边的话 就是说我们中心其实在视觉有关视觉检测这一块 就是其实我们也琢磨相当长了一段时间 那大概我们也在这边有非常多的时机供大家参考 那第一个就是有关在3D加2D的视觉检测这一块 那我们这边的话主要就是 主要是要做所谓的这个 不管是机上即时行的一个线上的量车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做offline的这个 这个外包一台检测机设备来去做非常高精度的 像是这个它的重复精度可以到1.5micron 然后它的这个扫描时间的 可是它透过我们的混合时序 纹理的一个技术的话 可以在3D扫描时间是小于5秒的时间 那我们目前这一块的话 也有导入到我们这个 国内的这个大型工具机的业者 来协助他在做一些加工 可以去看他现在加工的状态如何 达到所谓的这个即时边看 并把这些这个影像视觉所判断出来 这些加工的状态 把它回收给我们这一个控制器 来去做即时加工修正 达到所谓的边做边学的一个情境 那另外一块就是有关这个 3D轮廓的一个量测技术 那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是以 雷射扫描感测技术为核心 那这一块的话主要其实就是要 作为跟类似传统这种 所谓的CMM来去跟他做一些 就是类似有点的取代的功用 就是说我们可以希望能够去达到 就是在即时在线上 他不用再把他这个工件拿下来 来去量测去做量测 那避免到这个所谓的非常耗时 耗费能力的一个现象 那所以说那我们这边的话 透过这个3D量测技术 可以即时的去针对 不管是加工出来的工件 他的这些尺寸或者尺寸公差等等 能够有效去定义出来 那我们这个整个一个量测精度 可以达到0.002mm 那目前的话也已经成功导入 在我们的不管是在这个 航太零件或汽车零主件 或者是车用的一些 曲面荧幕的一些加工商的一些量测 做一个比较精密的量测 那比较特别是我们这一个3D量阔 轮廓的一个量测软体 也获得德国联邦物理技术学院的 一个PDB的认证 代表说我们这一个他检测的一个精度 是能够具有一个 非常高精度的一个保障 品质的保障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一个报告 大概就是说我们可以 就我们维系统中心 目前可以提供一个垂直整合服务 大概有从我们可以从Sensor的一些硬体 从它的感测系的硬体的模组的方案 这边我们可以来提供相关的解决方案 那在后续导入的这一块 包括了相关的一些感测评讯的融合 特征的萃取 或者进一步的分析的一些方案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提供 这相关的一个服务 包括这些或者是在实际 实际在产线上或设备上 安装这些问题 我们都可以来协助大家来解决这一块 那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 跟我们一起合作 来去扩大相关的一些应用范围 来提升整个业界在这个相关设备 或者是产线上的一些智能化升级 或者数位转型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一些报告跟分享 感谢大家 谢谢树中原博士的分享 我们刚刚讨论了工业感测器 在智慧机械的应用 当设备资讯被采集后 工厂管理者需要将大量的设备资讯 做有效的集中管理 并采取相对应的有效行动 严华致力于提供业者智慧工厂数位转型利器 透过战情中心的仪表板 及时掌握各项设备状态 提供直觉式的分析报表 以及采取关键行动 大幅提高工厂管理者的行动效率 让数位转型的投入 取得高投资回报 接下来我们邀请 严华科技蔡毅恒产品经理 为我们介绍 严华智慧工厂解决方案 如何透过数位化和数据应用 使设备效率最佳化 大家好 我是蔡毅恒 今天将与各位分享 我们严华数位化转型的一系列设备应用 这些应用是我们针对工厂 现场提升效率的组合方案 选择透过我们的这个设备数据收集 并进行监控 让我们可以更及时的去应用 各种生产现场的状况 在升级制造能力过程中 我们看到许多工厂 采用越来越多的自动化生产设备 来提升生产的稳定性 以及产能 自动化设备相当的复杂 除了会可以快速精准的 进行产品的加工之外 也在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生产数据 这些数据反映的生产过程中 各种变化与状况 那我们可以怎么将这些数据 转化为数位化的制造管理呢 首先必须从设备中 萃取这些生产的数据 让设备的生产资讯透明化 说明现场 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将这些取得的数据进行运算 以视觉化的方式呈现 进一步协助决策者做出 基于数据的决策与判断 最后将所有的设备数据 集中于一处 大幅减少需要了解 现场状况时 所耗的时间和功夫 能快速地对任何的变化 进行适当的处置 基于以上的概念 其中最常用到的 便是设备驾动OEE相关的一系列应用 从设备中取得数据之后 就可以透过OEE来了解 设备运行的状况 也就是驾动率 可以参考图中 标记为A的左图案例 画面中绿色的区间分别是表示 设备正在正常运行中 并且有效地进行生产 设备在故障的时候 则以黄色的方式进行警示 灰色则是设备启用 但是并未进行有效的生产 那么如此一来 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地 看到设备是否正常地在做工 那结合我们进一步的 这个设备的报工情况 可以参照图4P 我们透过设备的报工 以及Shuffle的资讯 可以进行我们的产能的换算 来知道说我们今天设备 对于我们 排的产能进度是否有效的贡献 最后若设备它本身也具备着品质检测的能力 那么就可以更完美地掌握 OEE的APQ精神 以Q的这个角度来说 参考诱途 我们知道说这个设备是否 可以在这个生产过程中 持续稳定地产出良品 那结合以上的APQ三个个别看板指标之外 OEE这边也提供了很多现行的这个看板设计 那开箱即可用 透过这些数据呢 马上就可以掌握您工厂 现场设备生产的一个状况 有了对设备生产状况的掌握 接着便是针对异常的状况进行快速的处理 藉由安登的这个系统 现场人员或者是巡检的工程人员 在发现现场设备有异常的时候 他便马上可以对这异常的事件进行清楚的记录 并且将这个警示条件发到相关的工程人员手上 让他们第一时间知道有异常状况发生 并且提供协助 这样子一来 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排除 生产设备故障影响到产能的事情 那这些通知要如何最及时的方式 传到需要知道这些讯息人的手上呢 那我们又可以确保说哪些资讯的传递 来让他们对于事件的全貌 有一个快速的掌握 透过我们的Event Notice应用 可以将这些讯息图文并茂的 传送给工程团队或决策者 得到了这些充分的讯息 那做决策将会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 那为了让这些讯息很及时的到需要的人的手上 我们其实提供了相当多的途径 可以供发送选择 包含了LINE WeChat 等及时通的方式 也有提供典型的Email或者是简续的方式 让这些讯息第一时间到需要的人手上 进而是减少我们在处理事情 一场事件中过程中的时间成本 这个OEE数据的应用 我们已经在相当多的行业中进行了实现和探讨 相关的这些案例 也遍布全球不同行业中的一个实施案例 包含了PCB加工产业 造纸业 食品与饮料业 金属加工业等不同的这个案场 也在过程中成功的协助我们的客户 透过OEE等设备应用 更好的掌握设备状况 减少他们在设备方面相关的一些成本 接下来我们与各位分享我们其中的一个案场的案例 这边分享的是位于我们台东东部 花莲的一个食材业的case 这位业者他也是采用了自动化的生产设备 协助他针对食材部分的这个加工 那在设备的生产过程中 免不了要遇到不少的故障 异常状况 需要进行维修或者是零件的替换 那我们这位业者当时他必须是被动的靠人员到现场去检查 得知设备异常或者是需要维修的状况下才能进行维修处置作业 因为设备当时没有连上物联网 也没有数据的采集 所以是以被动的方式针对暗场 这边现场发生的事情做处置 那透过灵群的振动 sensor 以及数据分析的应用 再加上我们OEE的解决方案 我们成功为这位业者大幅的减少了他的这个备品的囤积 以及他处理每次设备异常的这个状况 导入设备数据监控可以帮助您的工厂快速进入数位化的转型 透过OEE等指标可以精进生产管理降低生产上的浪费 进而达成生产率效率的提升 也达到工厂逐步的智能化数位化 在未来导入更多的这个solution package的可能性 如设备的这个驾动预测 车间的管理等流程相关的指标应用 我们的这个方案都有很丰富的弹性 可以依照您的需求进行拓展 那协助您在数位化转型的过程中持续的演进 根据我们的经验 一般的工厂 光是透过设备的数位化的管理方案 其实就已经享有相当大的效益 可以减少10到15%的常态消耗跟浪费 更大的发挥您对于生产设备的投资 以上便是我们一系列加速数位转型 在设备应用相关的介绍 如果希望参考更多的资讯 可以参考我们公司的网站 谢谢各位的聆听 研讨会的最后 我们特地邀请到工研院智慧机械科技中心组长 罗佐良博士 以及研华工业物联网事业群张仁杰副总经理 从企业管理经营的角度 如何落实设备智能管理 创造生产优势 打造工业4.0关灯工厂的议题 做深度的对谈 有请两位 哈喽 先生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主持人文文心Alice 欢迎现场两位嘉宾跟大家问好 分别是工研院智慧中心罗佐良组长 嗨 大家好 我是工研院罗佐良 再来是研华科技张仁杰副总经理Johnny 各位先进伙伴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数位转型已成选学 如何透过内工修炼以企业经营的角度来成长 以及外工加持 比如说LT 5G CPS等新兴科技 来助力关键设备故障诊断 优化生产机械效能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接下来的专家对谈 我们将线上来宾的问题整理后 来请教现场两位嘉宾 如果线上的朋友还有任何想提问的 欢迎在聊天室中留言 我们将稍后进行回复 首先我们请罗博士 针对今天的议题分享您在协助设备业子 导入设备联网的过程中 有什么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以及并说明成功导入的一些经验分享 谢谢 好 谢谢 设备联网是智慧制造转型的基础 当设备的资讯可以从数位化 呈现在电脑或手机的装置之后 进一步业者可以从管理面去做优化 到导入AI智能化软体就可以循距渐进的进行 依照需求可以做一些快速的导入 所以设备联网其实是一个智慧制造关键的枢纽 我们知道这样子的设备联网稳定性可靠度 防止热当机这是硬体的基本需求 这个延滑很好的IPC的技术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我们整个设备联网多设备的资源性 或者是说不同品牌设备的沟通语言的统一 还有一些方便价值软体的导入 那是我们选择的重点 那机械联网导入的价值其实很广泛 那就单纯我们数据的透明化 让业者可以从看得到数据就可以做优化管理 那这种通常我们只要从数据上去做管理的优化 那20到30%的驾动率提升 效益上是可以达成的 那有了设备联网之后 自动化各式的制程优化 从30%到数倍的产值加值 都是有也是有可能达到的 那包含未来一些线上的自动化检测效率提升 都有可以在机联网的一个架构下 逐步的完成 了解 谢谢罗伯的分享 那请教Junny 言华是如何定义在工业物联网的角色 以及如何攜手共创伙伴一起打造智慧工厂 好 谢谢 我们过去研究戀一直都在我们所谓的第一阶段 所谓的边缘计算跟Io的装置 那一般我们都是在 三十几年来我们一直都是在我们这个阶段 当我们核心产品的提供商 但是在15年的时候 我们就进去了我们所谓的物联网输质平台 還有我們工業的APP 我們集成了很多 我們自動化的自己的軟件 然後來實踐平台 跟軟件跟硬件之間的一些解決方案 來當作我們數據採集的一些集成方案 從這裡我們幫助我們的合作夥伴 來推動我們產業的數字化的轉型 對於智能工廠數字化的第三階段 我們不會自己實現它 因為這個難度非常的高 我們會邀請我們的夥伴來一起來加入 這些夥伴 我們當然會提供我們所謂的數字化工廠的一些 所謂的方案的套件包 這些套件包能夠比較容易使用 然後低代碼 然後也易於開發 有一個很容易的開發環境 形成這樣子的一個在這樣的一個結構裡面 我們所謂的定位是在我們所謂的 自動化的金字塔裡面大概是 Level 2 Level 3 到 Level 4 跟夥伴一起 一起來論述這樣的一個完整的價值主張 我們會協助我們的夥伴在這個 我們所謂的 Level 2 3 4 的這個地方 做實踐這個智慧工廠 那研華就會藉由我們的 SRP 邊緣的套件 然後來產生這個所謂客戶的一些數位化的應用 那當然透過所謂的工業 4.0 的一般 我們講所謂的 Starter Key 然後也可以有所謂的節能 這問題也可以解決 然後以及最後我們可以把設備 保養的管理也來做一個價值的提升 那整個完整的價值跟投資報酬力也都會提高 所以同時我們跟工業院也推出所謂的 BMS 的邊緣運算 那我們基於這些產業的通訊協議標準化 然後我們可以把參數跟數據做一些完整的採集 那當然在 CNC 還有一些金屬加工的廠商 他們都其實是可以馬上隨手就可以把資料串到 公有或是私有的雲服務裡面 那共創夥伴這也是非常重要 在這裡面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們會透過這樣的領域 然後還有知識跟這些合作夥伴來做爭執行業應用程序上面的開發 然後以便來建這個未來的行業的生態系統 我想這個是我們的定位跟夥伴之間的關係 是 好 謝謝Johnny的分享 近年來運用多樣感測器在設備故障診斷的趨勢已經相當的明確 我們請教羅伯您如何觀看這樣的趨勢 以及如何加速智慧工廠的行程 其實運用感測器在一些故障保養其實是大家普遍認同的趨勢啦 那我們一般在企業可以接受設備在預期的時間做保養維護 但是比較不能接受的就是它不預期的停機 例如在趕工的時候機器忽然壞掉了 或者是故障了 那我們會影響我們的交期 我給各位舉一個極端的例子 就是航太產業 那國外的知名的航太加工廠告訴我 如果它一台機器不預期的停機一天 它的損失大概就是那台機器的價值 那台機器好幾百萬 一天損失就是好幾百萬 但是如果它沒有辦法在當天修好 停機了兩天 那它賠的是一條產線的硬體價值 那這也告訴我們說 設備不能不預期的停機 這會造成我們客戶大量的損失 那我們國內也在推動供應鏈的一些共同轉型 我們也知道一家廠商升級的影響是自己的強化 一個供應鏈的升級 我們是可以把整個訂單 去爭取更多的國外的訂單 所以不預期停機故障 會引起供應鏈上下有交期的延誤 也會損失很多客戶的信任度 所以透過一些內裝感測器的軟體 來預測一些像馬達、主軸 或者是軌道硬體失效的故障 它其實是一個很明確的剛性的需求 那這也會是我們剛才提的設備聯網後 主要要導入了智慧的一些重要的軟體之一 所以我們說智慧工廠對於設備的工廠的一些功能的掌握 跟快速的故障診斷 更高效率的一些加工跟產線上品質補償 是智慧製造在導入的一些重點 是 好 謝謝羅伯的分享 那請教Johnny 針對同一個問題 研華是如何協助客戶做設備故障診斷以及數據分析 也謝謝羅伯給我們一些很好的idea 其實我們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數字化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那數字化的過程其實最大的關鍵 它不是在數據的採集而已 而是直接指向決策系統 那什麼叫做直接指向決策系統呢 在這個機械業裡面最大的價值 還是預防保養跟預照診斷 因為唯有這兩件事情 才有辦法對於我們的業者 提供一些更高度的價值 跟一些產業的價值 跟鞏固國家的生態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點 那研華在設備故障診斷的數據裡面 我們是結合機械雲的runtime 來去做預先把這些資料結構跟數據的類型標準化 那當然就會結合我們研華的所謂Wisepass的AIFS 跟一些Prediction或是PHM的iApp 它可以做進行這些模型上面的推理 跟一些統計的一個模型的預測 我們也跟其他相關的感測器的夥伴 來去做一些外掛感測器的一些監控 尤其是像震動 還有電流電壓溫度等等 這些來進行數據的採集分析 還有一些分析的應用 那設備的數據呢 跟我們的維護保養的記錄 它可以讓設備在下一次做新設備開發的時候 可以調整 然後還可以提高我們設備的競爭力 是 好 謝謝周您的分享 那隨著雲平台的普及 越來越多的業者想要將服務上雲 那羅伯作為台灣智慧機械雲平台建置負責人 請問你幫我們說明一下智慧機械雲平台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它如何幫助我們的設備業者邁向智慧機械發展 謝謝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現況 就是一般中小企業面臨到轉型會有幾個問題 就是說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 所以研發能力不是那麼充分的來自行開發一些APP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個大家在數位轉型的基礎上 有一些步驟是重複的 所以相同的APP不斷的在不同的公司重複的開發 就像大家都要有加動率 那其實大家就來用研發的就好了 可是有很多公司想要自己做自己的 那就會變成同樣的事情一直在重複的做 那就是浪費很多轉型的一些時間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很多人都在寫APP 但是我們也知道台灣 就算台灣一個小小的地方 我們也有很多不同的SMB的平台 我們目前的APP只能在固定的SMB上跑 那意思是說你寫了一個APP只能否一個硬體 那所以我們機械雲的目的其實就是要讓這個APP 可以快速的普及 所以會有開發一些類似 軟體的一些事情 那軟體在不同的SMB上都可以跑 那這會有很多好處 那我等一下跟大家說明 那也因為剛剛說了三點的問題 所以機械工會提出了一個建立機械雲的需求 那當然我們法人團隊就只好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機械雲扮演的角色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就是讓大家的智慧快一點集合起來 那快速的讓企業可以在一個地方 找到盡量完整的權傑 那第一步就是讓APP可以在SMB上互通 那也就是說SMB的開發者那麼多 過去只寫某個SMB上能跑 所以大家引用上就會有問題 所以APP在SMB上互通之後 就很容易的去找到全部的解藥 那第二步就是建立一些聯盟或軟體試極 那就是我們現在的機械雲的架構 所以說當我們SMB標準化又有一個軟體試極 大家很快的就會來這裡去找解 那第三步就是結合大型的SI 其實就像研畫一樣 快速的協助國內業者轉型 這是第一步 就是大型化國內的SI業者 那第二步就是攜手國內的一些法人的技術 或者研畫技術的技術 來協助輸出國際布局全球 那我跟各位報告 就是我們最近在準備一些置機的成果方案 裡面對國內SI的需求的建議就是 第一個要大型化 第二個就是要國際化 來更大的把我們的一些台灣的技術輸出 那我舉一個例子來說 剛才Johnny也有提到Round Time 那Round Time其實是可以讓APP跨SMB的運行 那可以快速的整合市面上各種APP形成智慧製造的解方 那例如研畫的Wise Pass上有各式各樣的APP 那像一些加動力優化、耗電管理等等 我記得有100多種了 對 那但是客戶常常會需要一些特殊的東西 那特殊的東西可能不是通用的一些APP 可能是非常在一個Domain裡面很深入的問題 像一些製程優化或者是一些診斷服務 但是客戶要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只有Wise Pass的APP就沒有辦法完整的滿足客戶的需求 所以我們跟研畫一起導入Round Time之後 研畫開發的100多個APP 跟我們機械雲上也有100多個APP就可以共同運作了 那我舉個例子 每一個APP都有一個功效 所以就像一個單方的藥丸 可是大家去看醫生都是一包藥 裡面好多顆藥丸 需要一個全解 那當我們機械雲這樣共軌之後 我們很容易的在研畫裡面 在機械雲裡面找到一些組合 來提供一些完整的藥方 來協助業者在有機聯網的基礎下 快速的邁向智慧機械發展之路 很棒 謝謝羅伯的分享 那請教Johnny如何看待 研畫Wise Pass平台跟公園院做的 智慧機械雲平台的合作以及期待 期待我不敢說 但是我覺得我們有相同的跟羅伯一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大概也簡單講一下 第一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智慧機械雲 如果要成功的話有兩個主要的關鍵 第一個就是當然要建立生產設備的地段標準 我覺得這個是剛剛我們一直在討論的 不管是一些協議也好 還有一些APP的標準化 第二個就是我們要擴大機械雲的生態 我覺得這兩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在推動地端的時候 我們會推出比如說像SMB、雜道器 還有邊緣設備、感知等等 當然應軟體都會有各自的市集都會存在 我們有軟體市集可以跟這些標準化的OS互通 然後也可以未來在市集上面去銷售一些整合型的 或者是一些單獨、獨立型、標準化、公開型的 這些APP都可以來被下載 在擴大機械雲生態裡面 其實我們就跟著工業院 然後跟政府這邊一起來推動 當然除了研發以外 還有別人也都可以參與 像他們也有一些數據可以加上去的人 他們自己也會寫一些很多服務 所以我們也可以邀請他們 能夠加入這樣的一個生態圈 一同來推動產業的聯盟 像我們做機械雲 我們就可以有機械產業聯盟 然後廠商可以凝聚 然後凝聚完之後 我們就會來創造我們比較具有優勢的 一些數位化的生態系 包括製造員也可以 不會只有機械設備而已 因為彼此的數據在廠端應用的時候 還是都會連結 所以我們也可以做製造的產業聯盟 我們也可以來支持 然後讓這些工廠能夠數據化 然後達到一些可以管理的可視 然後我們也可以發揮一些 就是我們的供應鏈 然後能夠製造一些供應樞紐的一些影響力 看看能不能建立我們台灣的數據島 我覺得這個是還蠻有意義的事情 是 好 那請問一下線上小編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 好 那最後如果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們謝謝線上來賓的參與 也感謝現場兩位嘉賓的分享 我們下一場再見囉 謝謝 謝謝 謝謝